衣人Ella成家化挑戰夾娃娃機 动作熟练 但没有一次就中 气到跺脚 也激起不服输的精神 终于挑战成功 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尽名利一丁变形技工 制工 你是个技工 技工 技工 Ella帮90岁的老爷爷穿上制工背心 用行动支持关怀服务 而且机台里的娃娃 都代表着社会上每一位独居长辈 未来会出现在全台各重要商场 邀请民众一起捐款 我觉得奉献不只是 你物质上面的给予 或者是说你行动上面出力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你只是一句 很简单的问候和关心 都是一种奉献 长期关怀弱势长辈的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今年以发现角落孤老人为主题 设计这款创意捐款娃娃机 将服务长辈做成五款超萌娃娃 换起民众对独居长辈的关怀 红道老人基金会从1995年就开始成立了 然后我也才担任了六年的时间 但我真心很佩服说 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独居长辈们 给予这么长时间的帮助 接下来11月到2月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透过寒冬助老的服务计划 透过陪他们一起 可能是除旧不新 然后陪他们送他们过年需要的物资 或者是带他们走出家门 岁末寒冬 红道基金会帮长辈们除旧不新 半年货送为如餐 希望在四个月内 募集3000万元服务经费 邀请连续担任六年的公益大使 Ella一起响应 号召民众加入公益行列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